張善政的競選團隊被起底 他說你們是競選團隊還是犯罪集團 洋洋桑灑翻開來 觀音復興平鎮桃園大溪魯竹揚美龍潭 東通的這個後援會競選團隊居然都有案底 那這個時候曾鈺鵬就說 哇你如果國民黨這群的會連本代理都逃回 楊宏兄 這個犯罪集團跟執政團隊是可以畫上等號的嗎 來我跟大家說明 現在大家說張善政的選舉團隊到底有哪些 他的首選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羅志強 結果羅志強去選總統了 結果他也找不到他 他現在團隊裡面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是他各區域的負責人 我一個一個唸給大家聽很快 你看觀音區一個負責人 因為黃先生以前做過觀音鄉長 結果他在鄉長期間二度會選遭判刑 然後他這個復興區 以前復興鄉有一個林詠福先生 他還做過救活團總幹事 結果鄉長期間會選判刑 平鎮區的陳先生 跟黑道有關係 招判刑確定 桃園區的蘇先生 他做過議員做過市長違法兼職招彈劾 大西區的這個曾先生 他也是一樣違法兼職 盧竹區的楚先生 違法欺壓工會幹部 不當勞動 這個時代什麼叫做不當勞動 不當勞動就是壓迫人家 好像跟我們台灣人騙去節目 再做題目一樣 揚梅區的區長 逃漏稅 龍潭區的這個 這個 馮 馮 艾聯 來 他一樣 有慧玄 還毆打鄉民代表 我的天啊 他幾個裡面的人 都是一樣 通通是有前科 而且是確定不是傳聞 所以難怪大家講說 那你這個一回來 是不是你的貪腐團隊都回來 已經國民黨執政時代 坦白講以前桃園是非常誇張 包括縣的時候 所以今天張善政 我發現他有兩個大問題 第一個是組織型的地方的團隊 就這些所謂地方人士 你選舉一定要有地方人士 來幫你去組織 這無可厚非 但是你找的人 不是匯選 就是暴力 不然就是欺壓勞工 要不然就是兼職 這都很奇怪 那以後你的市府團隊 是不是用這些人 第二個就是你的文宣 跟鄭社團隊 一直在硬拗 所以我們才講說 你連五千七百多萬都管不好 如果說不是你的問題 那以後桃園市 這麼多的預算 是誰要來幫你管 所以鄭運彭才會講說 哇賽 如果真的讓張善政選上之後 那他們真的會連本代曆的 把所有的利益都討回來 所有的不當利益 不但會討回來 還會類似之前這個 農委會的這個論文 這個研究案一樣 隨便發包 沒有管理 有沒有進到私人口大 我不知道 但是社會就沒有辦法交代 我補充一下 我特別去踏一個電園 我有一段要討論在地的朋友 他是長期關心電風署務 他也會在打算去 他跟他們過去都是怎樣 他說國民黨這個時候 我的朋友說 他這十三區 他看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頭人 那這些人 他說要不就是民意代表 不然就是鄉頂代表這一些 他說這都是電風的大條 那他說這些人 他說這裡面 他連名字都不敢搶 他說他沒有說你沒有搶 到時候騎人叫腳踏 我看你要怎樣 這裡面有六合彩的大組頭 他騎人 他說其實地方上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敢把名字說出來 然後他說 過去他們都是怎樣 插地板包工廳 那這些人 在問題在地方上 他們扎根很深 有中青 有地方組織 有很多小人 所以他利用這些人 在地方就把他們調 然後綁組織票 但是他說 那動算了 一定是過去那套又回來了 又是在炒地皮 又是在幹嘛 在包工程 那一大堆過去 光好不容易桃園這幾年來改革 很可能過去 那一些舊時代的那些陰影 假黨假體 衝黨衝塞 他說 這個一定都會班師回朝 他說他很想要說出來 但是他媽媽再三把他拼命 絕對不好說出來 那不然 縣文燦的前一任是誰 吳智陽 吳智陽 吳智陽在前面是朱立倫 朱立倫 那你們是要選那兩個 還是選新的這兩個 來 四位兄回應一下 他們質疑 藍營團隊是執政團隊 可能是前科團隊 我也不需要這樣子講 你要講說他現在有沒有犯罪 他如果現在沒有犯罪 你去質疑他過去 他有沒有去服刑 那同樣的我請問 民進黨也有很多的這一個 現在要出來選議員的 他的父親也會選 判決當選無效 甚至於他的爸爸也是貪污 然後還有這一個議員參選 他的爸爸也炸領政府 置入性的行銷的錢 甚至於還有議員參選 也有恐嚇新北市的議員 我講一下 現在是選舉期間 當然是希望贏 如果他未來他當選了 他的一個市府團隊 如果有任何涉及貪污 甚至於違法亂做的弊案 我請問 不管你國民黨的議員 民進黨的議員 其他黨派的議員 都可以做監督嗎 那如果說他是這樣的話 之前張三振也講了 你鄭文燦市長 你任內 你的一個局處首長 也被判刑確定了 你要怎麼說 所以說我還是講 實事求是依法行政 如果說他今天有犯罪的話 你馬上司法機關馬上介入 馬上抓去 但是如果用影射的 當然現在選舉 大家都攻防 你打社會道德觀感 那我就講 如果我剛才勒罪 我是不說命的 但是我都有具體實在 而且都有媒體報導的 大家去google 都可以看得清楚 如果這個人 他的死者是不是都不能算 不能夠這樣子 我被罷免的時候 你有幫我講話 幫我說那個都是過去的事嗎 我相信 不會喔 你被罷免 我不是第一名 那我相信 你政治人物受人檢驗 我覺得都OK 我剛剛就講 我剛剛就列了這一些 我也沒有去講說 他的名字 希望像世維兄的峽谷 但是我還是講 持事求是 持事求是 剛剛那個游淑慧說 那是2006年的事情 我的是1999年的事情 我補充一下 你可以捍衛 我同意 我補充一下 其實國民黨現在 對不同的狀況 不同的說法我理解 可是會讓他覺得有點雙標 為什麼會都是雙標 我先講 張善政這個團隊 他問題在哪 剛才永鴻哥列的秘密嗎 很清楚 競選團隊內 一定會有一些 不管是更生人也好 或者是曾經有犯過錯 改過自信的人 這OK 可是怎麼會幾乎 每一區的重要幹部 都是有前科 而且是本人 我覺得數字有點多 比例有點大 才被大家點出來講 第二個是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面對 有犯罪的 嫌疑的人 或者是有被定驗的人 標準不移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你看林芝廟 他被起訴之後 國民黨是講說 他只是被起訴 法院還沒判 所以林芝廟相場可以繼續選 像柏維跟永鴻哥 跟我以前在台中 你看台中的國民黨 對阮林軒是議員 他一樣是被起訴 是炸領助理費 沒有被判決 結果他只是被起訴 直接被講說你不能參選 你這個案子不行 其他的人為什麼就可以